作為一個男生 當然是買一個內粗的袋子 買完這個袋子有沒有後悔呢? 大家好,我是TF 話說我這世人覺得自己和名牌袋 完全請不上任何關係 直到有一天我的錢包爛了 我就上網找了 我發現了一個Loewe的Puzzle錢包款 挺漂亮的 我只不過是稍稍停留了幾秒 這個Google和YouTube 就好像發現了我的Cookies 然後不停地淡淡淡淡的東西給我看 在這個耳魚木染的情況下 我最後竟然是買了個 袋子回來, instead of 銀包 你也不要小看這個Google 和YouTube這些Cookies的洗腦能力 其實真的很誇張 潛移物化地影響到你的能力 判斷和行為 現在反過來想 如果他當初沒有收集我的Cookies 其實這個袋子 根本就不可能會在我家裡出現 我們今天就來和你拆解一下 這個袋子有什麼特別 令到一個連坐車兩元都節省的 男生會買了這個袋子回來 如果你不是太了解Loviri這個品牌 我用30秒介紹你認識 它是西班牙皇室御用的品牌 由西班牙外馬市之稱 創立於1846年 專長製造一些皮革的產品 其後加盟LVMH 由JW Anderson 擔任創意總監 他們的logo是由4個L字 所組成 曾經推出多個經典傳奇的袋款 例如承結的Flamingo 吊床的Handlock 以及砌圖的Puzzle 我相信很多人對名牌袋 或者奢侈品這三個字 都會有偏見 覺得他們貴了 不值這個價錢 好像給多了錢做水魚 但其實如果你細心 開始去到分析 了解 以及欣賞這些產品的時候 你會發現 其實他們的手工 真的精細很多很多 以及他們的款式 設計 其實都有很多個人之處 好像這個袋為例 它是由超過40個皮革 縫合拼貼而成的 其實你會看到 它的手工非常精細 我反過來 給你一個一萬元 你可以幫我買到 一個類似這樣的袋嗎 那答案當然可以 在淘寶什麼都有 但是他們的手工 是不是這麼精細 以及內用度 以及那個原創性 是不是在呢 我們其實都要支持 原創版權 所以當這些奢侈品 其實你細心欣賞的情況下 其實它都會有很多個人之處 價錢來說 你就要自己衡量一下 我們說回這個袋 這個袋 它會有幾個尺寸的 分別是XS S M L 以及XL 我作為一個1米8高的男生 因為我背過那個Medium 其實都是豆腐潤的 對我來說 所以我最後就買了這個 Large size Large size的容量 都是非常大的 其實你塞什麼都可以塞下去 唯獨是 我自己的那一部 就是塞不下去的 它這個袋款 有很多個顏色 我買了這個 叫做Koya 是一個比較深的啡色 它平時比較受歡迎的 就是一個淺一點的啡色 叫做Ten 這兩個顏色的分別 就是一個顏色 第二就是這個 這個Logo 如果Ten色 就是白色 這個Koya 會是壓花的 我個人比較喜歡低調 我就選了這個深色 還有就是 它們的皮是不同的 Ten色的皮 會比較光滑一些 會容易花一些 這個是荔枝皮 它的紋會比較粗粗 它也會內磨 那些台灣Youtuber 就叫做Nai Chao 內粗 作為一個男生 當然是買一個內粗的包包 對不對 另外它這條帶 是有長度可以調 如果你調側背的時候 其實可以調短一點 如果你想斜背的時候 可以調長一點 它就會有1 2 3 4 都有4格長度可以調 無論你什麼身高都可以調配 它這個包包會有幾個背法 官網好像有4種 我沒有記錯的話 你可以上網看看怎樣背 它這個包包 這裡後面會有3個扣 這裡有1個 這裡有2個 這裡有3個 正常人其實都是會這樣扣 當然你可以這樣扣 但正常人也是不會這樣扣 為什麼呢 因為當你這樣扣之後 你這樣扣 然後你這樣扣 其實這個扣 其實是會捏住你的包包 其實用了幾天 其實你的包包 這裡就已經馬上 有些使用過的痕跡 它這個包包都非常百搭 你除了可以側背 斜背 還有它這個手腕 有時候你手拿到疲 手拿的時候 袋款的設計 都會搭 其實都很貴氣 就不會像你拿著書包 然後用手抱著 這樣奇怪的感覺 它這個包包 本身有2個開口 這裡會有一個大的間隔 裡面是一個洞 再沒有分隔 反過來後面 也有一個拉鍊 這一格可以放銀包 或者整個電話塞進去 都是沒問題的 如果電話再拉上拉鍊 就可能要問一點點 還有一個重中之重的賣點 就是這個包包的拉鍊 是非常順順的 順到的程度是 你只聽聲音都聽到它順順的程度 如果你給幾萬元買個包包 拉鍊是卡的 或者它反過來卡到夾爛了你的包包 那你真是發瘋了 買完這個包包有沒有後悔呢 說真的有的 說真的真的很漂亮 但它有一個問題 真的很重 一個字 重 兩個字 很重 三個字 很軟重 其實這個應該不是這個包包的問題 純粹這個尺寸開始 它因為比較大 這些配件 這個把手 這個扣 這些都會比較大 其實真的 很重 我作為一個男生 背上去 都覺得好像大堪泥一樣 其實在街上 你是覺得 完全不想拿著這麼重的包包 這個其實應該是一個尺寸的問題 我身邊有些朋友 都是拿一些 小型 XS的女同學 其實他們都不覺得重 可能純粹是Large Size 這個配件比較大的時候 所以它會比較重 其實它真的不是一般的重 我是完全放不到東西進去 這個包包 其實我完全只是放一個錢包 還有放一把傘 進去 如非必要 我也是不會再放其他東西進去 因為實在太重了 如果是必要的時候 你可能在街上買了一些東西 買了一包糖 這樣才會塞進去 非必要 我也是不會放東西進這個包包 因為實在實在太重了 你在專門店試的時候 其實你試了幾秒 或者試了一兩分鐘 你是感覺不到的 當你背下了的時候 你真的覺得自己好像丹麗一樣 但是它的美觀度 是能夠戰勝一切的 其實它的設計 真的是Buffet 而且它的形象也非常多 你可以配搭到很多不同的造型 買完這個包包 可能我都要吃幾個月的麵包 我們今天的影片就來到這裡 如果你都喜歡這個系列的影片 就記得給個like和subscribe 我們下次見 拜拜